DAC 2023 ICT MC第17题 这题只有50%考生答对 头部就说有个projector投影机 下面哪一个选择并不是一个projector应有的specification规格 我们看看选择A Wi-Fi 802.11ac 这个是一个Wi-Fi的standard来的 换过来说其实projector有没有Wi-Fi功能的呢 其实近年的projector是支援有Wi-Fi 甚至可以遥控remote开机关机都做到 所以A是一个规格来的 所以A不是答案了 因为头部讲明哪个不是specification B 3800LM LUMENS 其实是projector的lamp那盏灯的光度的单位 LUMENS即是组声叫流明 或者我们再看一些关于LUMENS的解释 它专门量度projector的brightness光度 LUMENS的数字高 它就可以提高一些更加清晰的影像 即使在一间很光亮的房间里面 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个presentation和图像 一个LUMENS一个流明 究竟也等于多光呢 原来就等同摆一支蜡烛 去照亮一个1尺乘1尺的范围 而这些蜡烛跟这个范围的距离 刚刚好又是1尺 那就是一个LUMENS 所以放到这里了 所以3800LUMENS 它是一个specification 所以B也不是答案 好,接着到C 4K的Ultra High Definition 4K很明显是一个解像度的单位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大电视的解像度 都是4K、8K 所以4K UHD 一定是projector其中一个规格 那我们来看看4K resolution 是多少呢 就等于340乘160的pixel 而4K也等同我们以前所谓高清HD HD 4倍的细致度 或者4倍的解像度 因为以前所谓高清晰度 就是1920乘1080 刚刚长阔都是double了 但是长阔都是double 那面积呢 就明显是2的square 是4倍那麽多 好,最后看看D 5400rpm Revolution per minute 这间开评曲好像都蛮好 因为都有解释了 给了这个short form 那个长的解释给你 那看起来 RPM都不像是一个projector的规格 因为这里有讲revolution 就是那些东西会转的 而一个projector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moving path 就是没有什么会转的 除了它里面那把散热的风扇 但是没有理由 散热的风扇 没有需要那麽高速地转 所以这个5400rpm 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所谓的hard disk HDD的规格 而每分钟转5400rpm 也都是现在很多hard disk 它们的common specification 所以D自然就不是一个specification 所以D就是一个答案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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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